本月7日,自加拿大魁北克一所监狱搭直升机越狱的三名逃犯 于22日凌晨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一间住宅内被逮捕 被捕的三名逃犯分别为35岁的戴尼斯、53岁的李法弗以及49岁的庞莫禄 他们23日将在魁北克市出庭 魁北克市警方表示,三名越狱逃犯还有同谋 警方还会继续逮捕协助三人越狱的帮手 被捕回笼的三名逃犯原先在魁北克近郊的奥森维尔监狱等候审判 他们被控贩毒及谋杀等罪名 三人于2010年因贩毒罪被逮捕入狱 这是魁北克省两年来第二次发生犯人搭乘直升机越狱事件 第一次发生在2013年 两名犯人自圣洁诺美监狱搭乘直升机越狱 结果同一天就被警方在50公里之外逮捕